如果说 因斯布鲁克是阿尔卑斯山之心 那么圣沃尔福冈 就是阿尔卑斯山 默默含情的魅眼 阿尔卑斯山脚下的 萨尔茨卡莫古特沿湖区 有76个宛如宝石般的冰壳湖泊 其中四大湖犹如四大明珠 点亮了山间 而圣沃尔福冈湖 又被公认为 是四大湖中最美的一个 整个湖有12个大小湖泊串联 而且还有圣沃尔福冈 圣吉尔根 施特罗布尔 这三个田园诗般的小镇 散落在湖畔 且不说它是否是最美的一个湖 它至少也是旅游景点最密集 内容最丰富 面积最大的一个美丽湖泊 圣沃尔福冈湖的湖水 甚至达到了引用级别的水质 湖水的清澈纯净可想而知 湖面会随着季节不同 呈现蓝色或绿色 湖的周围被茂密的林带 绿变和陡峭的高山群环抱 湖光山色的美景宛如人间仙境 难怪电影音乐之声会把这里作为主要的拍摄地之一 难怪联合国会将它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路 沿湖的三个小镇都古朴 甜静精致秀美 仿佛映映在青山碧水间的童话世界 它们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圣沃尔福冈小镇 小镇依山傍水位于沙夫山脚下 奇特的自然风光和优越的地理环境 让它成为了奥地利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度假圣地 它也是西西公主等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贵族们 最喜爱的小镇 经常来这里度假居住打猎游湖 镇子的中心有一座圣沃尔福冈教堂 教堂据说是一位叫圣沃尔福冈的圣人 听到神谕后按照指示在这里修建的 教堂里的帕赫圣坛 是奥地利著名雕塑家米歇尔帕赫的不朽杰作 如今是来到小镇上的游客们 争相打卡参观的热门景点 镇上还有一座白马酒店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拉尔夫·贝纳茨基 写了部叫沃尔福冈湖畔的白马酒店的清歌剧 让这里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 小镇上的建筑别致精美富丽堂皇 他们基本上都是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 而且造型各异 没有两座是完全相同的 整座小镇本身就像是一座历史与艺术的博物馆 让人恍惚了时光 犹如走入梦境 除了观光渡轮 小游船 皮滑亭等水上项目外 圣沃尔福冈的蒸汽小火车 也是这里不可错过的体验 乘坐这些小火车 可以直达湖畔 1780多米高的沙夫山顶 在这些运营的小火车中 甚至有两辆 是1893年遗留下来的怀旧版古董 乘坐百年前的小火车 悠闲地穿越在阿尔卑斯山 如湿如画的湖光山色中 一路风光无限 趣味盎然 登上山顶的瞭望台 四大湖迷人的全景 尽收眼底 阿尔卑斯山 三千多座壮丽的群峰 环绕眼前 那一刻的风景 一定会成为你一生中 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一定会时常出现在 你的梦中